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讲第三讲 第三讲的题目是 关于秦始 何于正 年龄文帝的谈讨 或者说 这样一个题目也行 以前 书生日 书出色 书出色 神经 何于书 该为这个题目也可以 就是说秦十号是十五周所曾经乎语 这个是我常立的新说话 按照一切的全程说话 秦十号 忽语就是忽语奥运给贵家 贵家忽语奥运的人他的年龄是多少呢 就是开始忽语的年龄是二十岁 后来,导演是三世,就是传统的书画,这个书画,现在传统的书画都是这样啊,甚至,谁的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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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教义的什么都是这样啊, 就是在云门清闲取得之前啊,都是这样的,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根据,世纪,相遇本级, 寒儿女条,世纪相遇本级,寒儿女条, 这一句啊,刘生人陪赢主的书节,主的集节 他们的根据是根据这个,是培营的集件 而培营呢,就是印证了朝威斯基的门口吴宇群两国人的解释 而门口吴宇群呢,他们是根据喊你,喊着的话里,喊你一句说的这个话 说,喊是二十四成丁,后来给我二十三四成丁再开始呼吁 他们的根据就是喊你,喊你一句 于是,纪约有权利的解释,权利的解释就是根据喊你,喊你一句 那不是很有根据啊,于是都根据这么说 喊是这样,喊成秦司,喊着的秦司的制度,喊着的制度是根据秦司来的 那么秦司意思是这样吗?一套台论都是这样的 说秦司好,是二十四成丁,后来到二十三四成丁 全程说话,刚才我把根据也讲出来了,根据是这样 这样,这样一个说话,我认为大错特错,完整错误 不,我怎么怎么说呢?因为根据原文出头的秦架,变业集 我昨天讲了变业集嘛,今天又讲变业集啊 不是讲变业集的全部内容,而是讲变业集整个几条 根据这几条啊,证明上面讲的这个说话错误的 根据变业集,根据变业集的那两条呢? 变业集,秦昭王四十五年,四月九! 这一条,有句,戏菜!戏渭讲的是,不得变业集的后来说木居人 有木居嘛,十一号秦昭的木居嘛,叫做戏嘛 戏忽,戏菜!戏人贼,贼贼人也才累胜了 是廷刀王四十五年 将有一条 叫做秦王真 约约 他这个母子 这个秉约竟然是这样写的 金约约 金约约 习乎 有些人说习乎 乎就是习乎的乎 什么习乎什么习乎 根据这两条 我们再看看 这个习 这个母君的习 他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 那是 现在的根约设法者 二不了十二年 根约且二不了十二年 读金约约 就是习生主的习王 来进入 我现在说的 现在的约约 就是秦王真约约 秦王真是秦始王 后来从秦始王开始秦王 秦王银真 秦王银真 的原因 秦乎 在这年 忠用 这个的 我们在柜家的明车上面登冰 开始呼吁,这样一来,我们就很清楚了,啊,我们只要生一生,和那一生的到这一年呼吁,整个整家生下来十六个年头。 新移巧合着十五周首,十五周首开始登记呼吁,这就是秦朝的华丽。这不很清澈吗?编冶级量的协定,这个材料任何事须都没有,结果在编冶级政见,不是吧,啊,有这样一个材料。 根据这个材料,就会证明,秦帝四号,十五周首成定。啊,只要你买了十五周,就等级呼吁,等级呼吁。 那比那个偶尸三周首,那提早了好多年,提早了五年,到八年。 你看,你看,因为这个问题下去了,影响到很多东西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的这个书法的根据,就是这,就是编冶级这一条,有两条。 但是,但是对这个两条啊,当时研究青年的人呢,有很多诸华。有的是十七岁。有的是十六岁。 我说,我说是十五周身。因为神也,生到这一年,就是十五周身。但是,安逸一混,打打十六岁。 我说,我说是十五周身,就是十五周身,就是我的十五周身的根据。 在周身,就是十四周身。 我现在一直看来,我根据年纪规,的基债,说明了那情,的犹豫之德的一个大问题。 我这个书法一去了以后,我还有没有另外的文献根据啊? 有官方的手机及其他元素材料 看有没有可以证明前世后 苏武社的情况或者寒丑也是这样啊 有的结果之后根据再来看一些事实啊 已经就了了 比方说 因为情世后苏武生 那么他愁肯定也是苏武生 因为当时我们来不及看 那么有没有这个事了呢 有的 下面 说是 又是情节政节啊 情节的画的部分 情的部分 有一个画的叫 叫雷史杂利 雷史杂利有这样一条规定 他说 是菊主 必当庄以上 菊是 白管叫做菊 菊主杂管理 就是七元一国菊 这个人的年龄是必当庄以上 要做双业以上 不得 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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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不能赢 菊主 菊主 这个人 而且是菊主 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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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根据上边讲的 辛苦的年龄是十五周胜 这里很明显 讲一个 这个 祖 一定要是庄业以上 要是庄业以上 刚刚登基呼吁的人 不能用 这就说明了 过来庄业 年龄比辛苦的年龄要大 辛苦的年龄是十五 过来庄业 那就是肯定比他大 或者十八 或者更大 但是做不到其他证据 所以要给他庄业多少 至少说明 过来庄业 过来庄业 不是庄业 那十五周的人 你看庄不庄啊 不知道庄业嘛 这就坚持证明 对他庄业的年龄 不知道庄业 十五周是真好庄业 在四季相遇本级 即在相遇更大外王的时候 因为这个外王老是跟不下 小王很滑落 于是 他就 庄业男子 十五以上 你承登与肯持 他把这个双双一跟下来以后啊 他的下个命令 要成立的 十五周以上的 为什么十五周以上啊 因为十五周是穿业 会议你的 只有这些人呢 才能够 可抵抗 所以十五周还没有成立 这又提醒了 有间接的证据嘛 这一切都花给不了 现在一看到这个 美女记忆号啊 这些材料就符合起来了 这是秦 这还是秦的时候 秦梦啊 到了汉朝 有些材料可以整理了 汉朝 有些材料可以整理了 花蕾桂丁 他们有 草整书学 叫做靠切师傅 叫做人头学 叫做人头学 那人头学怎么出发呢 其实 得说是自身的人 美国人 取切二十文 一根帖子 动物的时候 增加三个群切 就是凑十三千,七十多十四十,就是因为不成年,所以凑十三千。 而成年的人呢,凑一算,一百十千。 那么什么时候成年呢?那里是七十多十四十,现在从十五岁去,就是成年。 没人要去一百二十千。这不就证明十五岁是成年了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